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空间 今天波罗上传给大家带来一期玩具的介绍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那明天可能就是我们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那在此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也是周末开心 那上一期呢给大家带来过这个 欧布奥特曼的十万版本的燃炎形态 还有我们的Spacium ZP6的这个介绍 那可能就是继续来更新视频了 那首先呢先给大家看一看面前的这些奥特曼 好久是没有去把这么多的奥特曼的一个奥特曼 全部拿出来做一个展示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因为元宵节过往可能真的是要步入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阶段了 那可能就视频会越来越少 而且看的人也很少了 所以我就赶紧趁这么几天来给大家多更新一些玩具的一个视频 好我们把面前的这个龙卷风形态的底夹先给大家做个变形 那说到奥特曼的对决的话 其实年代的话我也是给大家更新了很多啊 各种年份的都有 那大家也是很喜欢看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 也会把这个奥特师傅和奥特师母呢 给大家做一个客串 嗯非常不错 那欧布的实玩我们再来说一说 欧布的实玩的话 它现在目前为止啊 只推出了我介绍的这些 那其他的可能会跟着2月份的一个到来 继续的推出很多的一个新的产品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欧布奥特曼这一部原生之初的这个TV有什么看法 所以我觉得奥特曼的话越拍越商业化 那像银河跟维克特利亚和艾克斯基本上几乎都是靠这个卖玩具撑起来的吧 那既然现在有钱了 那你就应该拍一点良心的作品啊 其实更觉得原生之初拍的更加像科幻片 真的 并不是很适合小朋友们看 就是感觉剧情的话比较拖拉 明明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剧场版的一个事情 你为什么要做成TV啊 每次的话看的都觉得怪怪的啊 好 我们来把这个 这边还有一个石丸给他做个展示 那就是我们的旋风切割形态的石丸 欧布形态 那这边的话是他的一个武器 那不拿武器啊 整个造型的话 对于石丸来说 这个是做的很不错的 我们就把它放一边 可以把它放这边 来 把这个奥特之父跟奥特之母的一个对决拆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对决的话 其实也是之前前两天到货了 然后一直是没有更新 那他们单独的一个介绍的话 我已经是拍摄完毕了 所以呢 才想说来做一个客串 那就客串一下这个奥特之父吧 因为奥特之母的话 就给大家留一下神秘神秘的这种感觉 奥特之父的话 其实我另外收了一个软胶套装啊 软胶套装里面呢 是有这个披风版本的一个介绍 那之前的话 我可能说过 年少的这个奥特之父